接下來是哲偉的 Crowd Tribute 大家好,我是哲偉 我來分享一個陸陸續續做的專案 後來也取了一個英文名稱叫 Crowd Tribute 想說是把 Crowd 跟 Contribute 結在一起 查過了應該是沒有其他人用過 所以趕快把它先用起來 就是希望把一些一般講的 Citizen Science 公民科學或者是 Crowd Sourcing 這些屬性的計畫 至少在台灣有哪一些計畫有這些調性 那公民科學其實在蠻多學術機構有整理 那 Crowd Sourcing 也是不少 所以這個幾個專案蠻簡單的出發點 是去蒐集這些有哪些計畫 那是什麼樣的領域 是生物調查的還是人行道危險通報 所以我們這個專案大概就是2014的時候 開了一個共筆頁面 然後就陸陸續續基本上都是在蒐集資料 那我覺得今年度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里程碑 其實跟我沒什麼關係 或跟這專案沒什麼關係 但就是有一篇圖資系的碩士論文 它的名稱是叫 台灣公民科學計畫資料徵集與領執維護 那他想要探討一些國內的策略跟實踐 這是這位甘同學的論文 重點是他因為想要做這個比較跨計畫的研究 所以他需要很多到底有哪些計畫的資料 所以他在整個研究過程裡面的資料蒐集裡面 他就有去使用公民科學計畫的我們蒐集案例列表 然後他就說這個是社團正在蒐集案例等等 那你會看到我們這個計畫就是以蒐集為主 所以我們蒐集計畫大概有100出頭 那就可以占到他比較多的樣本 然後其他的領域當然也都蠻專業的 像有的是科學研究相關的科學單位來做收入 所以就是這個基本上就是大概2014年開始蒐集的內容 基本上今年或者去年就開始讓 可能有一些研究者會看到跨計畫之間的 有趣的共通或者差異 那我們可以簡單看一下我們現在蒐集的內容 那他其實還是一個蠻直觀的一個表單 那就是你可以想像一個計畫的名稱 然後或者是說他的這個描述啊網址入閣網站 主要是像有一些的是所謂的類別 那假設今天我是要特別找某一些 例如說外來種移除類的 那他有什麼相關的計畫 那除了生態生物調查類的之外 下面也有例如說這個環境的聲音 可能是請大家用這個APP 或者有一些錄音的設備去收集 申請 那這後面也更多就是各式各樣 那因為我們自己就是以收集為出發點 所以例如說這種 比較是社會科學類的或文化文物類的 如果他也符合Crossology的某些概念的話 我們就會想要把它放進來 我想這個是國家檔案局 他把自己庫存的這個檔案 變成掃描檔之後 讓大家幫忙key那個OCR部分 那這也是某種程度也是鍵盤OCR 另外一種在政府部門的做法 那我再介紹一些比較有趣的 如果我們後來收集到也覺得說有些計畫 他就是有一些集中的時段 例如說一天裡面 蝙蝠的超音波錄音 他可能要在傍晚或夜間 那或者是有一些地區 他有一些特別的這個時節或年份 他會比較集中 那再又觀察到會是那個 怎麼樣去做資料收集 有的平台他會用比較大的 國際上既有的平台去發行他的專業 那有的當然可能在 例如說台灣的生物調查 其實後來有慢慢延伸出 一個共用性的平台 然後再去發展不同的生物調查種類 那這些就是會去記錄 例如他這個平台方案 他是開放的 或者是他是比較不一定開放的 那不一定的調查很清楚 但是盡量能收集到的 把它標記起來 當然最多的就是用FB社團 去發起一個什麼樣的收集過程 那通常他就有優缺點 優點就是大家很容易參與 但缺點就是資料 其實最後是拿不太出來 或者就是FB政策如果改變就會蠻麻煩 那還有一類是跟他的設備 就是我要參加這些計畫 或者說我有一些設備 那我可以參加什麼計畫 例如說我會拍照、上傳、打卡 那他可以參與的計畫就類型很多 那或者說他是會釣魚的朋友 那他就可以參與 可能跟垂釣或魚類調查相關的事情 那或者說他自己有行車紀錄器 那也可以去參加 例如這個是生態調查、生物調查的路拍攝 那也有地圖車禍的這種影像平台 所以有一類是從設備來做 那後面的部分就是還是會去分地區、縣市跟行政區 比如說有些可能就特定在一個 至少在鄉鎮區尺度所推動的計畫 那最新的一個特別欄位就是想要收集 他會送什麼獎品 那像這種是可能參加某個競賽 你有貢獻量他就會送獎金 或者是農產品、文創商品 那像COFAC的話 他有這個LINE貼圖作為鼓勵 你可以回報一定數量 他就會送你這個LINE貼圖 那我們還在、正在收集中 例如說我就覺得 這麼多野外調查 然後又要公民科學家去一些荒郊野外 那可不可以送一些戶外保險 或是平安險之類的 因為他那種什麼 陸殺射、陸上撞到生物 你要去那個地方那你也會被撞到 那我覺得那是不是要幫他保險 其實有一些蠻危險的 還要讓你去調查污染物 什麼空污什麼的 那就是有人身安全 所以這邊也在收集 所以大致上對於這一類公民科學的 或者群眾外包計畫延伸 其實希望之後做一個推薦系統 譬如說你住在萬華區 那會不會有個計畫跟你很近 或者你很喜歡走戶外活動的路線 或許某一些型態的計畫 跟你是很有機會搭在一起的 所以本來是想要再往這個推薦系統做 那所以如果對推薦系統 怎麼樣讓一個使用者 在網頁裡面輸入哪一些類別 對應到剛才的一些標件架構 來推薦一些計畫 那也可以來我們的 來B社團一起討論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由恩如帶來的 來B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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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B社團